今天來跟各位分享我們終於打進決鬥場的百名榜 那我們從30名31名 然後一直打到最後結算的時候是27名 那其實打這個是真的非常辛苦 抽看看是得到了什麼不朽造型裝備兌換券 靠拿到帽子真是太可惜了 其實我個人是希望說拿到衣服而已 其他都沒有很重要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數值好了 這次的裝備都主要以暴擊傷害增加%數為主 然後他有五條屬性 體力防禦打擊時恢復體力 還有暴擊傷害增加8.8% 其實這個是比較好一點 那原本這個小可愛的馬尾就沒有那麼好 裝上去看看 來看一下整體的造型 其實就是白色的啦 那如果是抽實裝的話是拿到黑色的 那我個人是覺得這一次的造型沒有很好 我本來是想要抽他改版前的那一個長頭髮的造型 結果我打到一半百名榜 就突然給我出現改版說要新增這個敬衛隊的衣服 還有我這次領到的是這麼傻眼 領到了這個敬衛隊的白色帽子 就變得有點失望 那其實再來我也會繼續的打進百名榜 因為我覺得並沒有說那麼困難 但是相對的付出是一定要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擺明榜 他所要完成的一些條件 來看一下這個畫面 這是我整理的一個表格 你如果不花鑽石的話 你每天打18個小時 那因為每小時可以回6點 那你每天可以打108場 每一場假設以50分來算的話 你第一天要打5400分 第二天要打1萬分 那其實你一直打下去 基本上你只要有4萬分 就可以進百名榜 而且算蠻前面的 那你如果覺得自己時間不太夠 你就是每天在花鑽石可以打20次 一次50顆鑽石 然後每天可以多打200場 然後一樣每一場以50分來算的話 你第一天就1萬分 所以你基本上你最終是以 花鑽石的打法這邊的第一天要有5400分 加這個第一天要有1萬分 然後加到最後你就是7萬分 加37800分 你就可以得到 總計大概是在8萬分 因為你也會輸嘛 你不可能那麼厲害都會贏啊 我個人沒有很厲害 我個人連魔石都沒有 我有遇到一些百名榜 前面超強的 他們在身上都有裝備魔石 那我基本上根本就打不贏他們 而且他們的技巧非常好 閃得非常準確 那我根本就 我放招他們都可以輕鬆的閃過 那我只要不小心被打到一次就死掉了 因為他的魔石的攻擊力是裝黑鑰匙那種 那攻擊力超高的 所以沒辦法招架 所以要進百名榜的話 其實我個人是打到幾乎 會有一種壓力在 就是你晚上睡覺的時候 你會覺得 哇一件事情還沒完成 感覺那個戰鬥點數回滿了 又要再起來打那個死點把它打掉 那當然你如果鑽石多一點的話 你每天花個1000顆 你可能精神上的壓力比較不會這麼大 那我們後面可以讓各位來看一些 有關於百名榜裡面的一些 決鬥的畫面 那其實還 算是 一種 蠻辛苦的過程 那其實我的勝率是7.3% 7.3%應該這樣講 我的勝率是 7比3 7場 10場裡面會有 7場打贏 3場會打輸 應該這樣講比較正確一點 然後 然後 這樣子的勝率 如果你 三層輸掉的話 你就是要靠鑽石去把它彌補 多打個幾場 讓自己贏 那其實我這一次是幾到27 大概花了 一天大概花 300顆鑽石 300、200這樣 總計加起來大概是在 快要900多顆啦 然後打進百名榜 那再來就是再接再立啦 看下一次的改版怎麼樣 反正就先打起來 那有裝備就把它領起來 我覺得這樣子比抽還要划算一點啦 但是精神上的損耗是蠻多的 那後面的影片就讓各位去 慢慢地欣賞 整個 擺明榜的一些決鬥過程 擺明榜的一些決鬥過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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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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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